泰國的小攤販前 顧客買了東西用硬幣付帳 這些生活中伴隨左右的硬幣們 民眾卻可能不知道是在國外製造的 距離泰國1萬公里遠的巴黎造幣廠 一袋袋包裝完整的硬幣在輸送袋上 作業員接過硬幣 整齊排列在木箱裡 準備出貨到泰國 在全世界有幾十個國家 因為設備 能力 技術不足等原因 會將部分或全部的硬幣 委託給別國來製造 因為硬幣上不會有某國製造的標示 使用者也未必知道 自家硬幣是在國外生產的 這是一個優惠的故事 在幾百公斤的故事 通過一部份 我們也知道 我們的創造 它會流行在桌上 人們也不認識 他們也不認識我們 但我們是在這裏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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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從袋子裡拿出模具 這是泰國委託製造的25泰銖 雕刻師先依照模具樣式 進行雕刻 跟委託國確認無誤後 就會進入量產階段 這間位於法國的巴黎造幣廠 擁有完整的製造能力與豐富經驗 更是一間傳承超過千年的加工廠 那麼我們可以開始 未曾我們的財產 2014 名片 飾家 mom 這枝下都花樣咬 我們嗎 虧家特製裏裏裏裏裏做 雖然目前世界趨勢 從現金交易走向電子支負 巴黎造幣廠的外幣代工 過去兩年的業績 卻是近十五年來最好 營業額增加百分之十五 讓這個承載了 國家民族特色的交易工具 依舊屹立不搖